前副首相建巫统主席拿杜斯里阿末扎西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出庭 高庭今天批准他涉及的外国签证系统贪污案审讯 展延到明年的2月3号续审 阿末扎西的代表律师今天向法庭告知阿末扎西的身体状况 要求展延原定在今天和明天的零审 高庭法官拿杜·莫汉莫雅兹之后责定明年的2月3号 以及3月到7月期间续审案件 裁决日期定在8月24号 68岁的阿末扎西一共面对33项 涉及1356万新元 大约4148万令吉的贿赂指控 另外还有7项控状指 在他担任内政部长期间 收取同一家公司总值超过650万令吉的贿金